为让小一新生提早适应新环境 大理屠城国小这天举办新生入学欢迎会 设计集大谷走勤学聪明门等别出心才的活动来迎新 让280位小小新鲜人在游戏中亲近新的学习环境 同时为了培养阅读的习惯 学校还准备了白马绘本和童书的阅读列车 送给小朋友让他们喜欢上阅读 出城国小校长及家长会等人化身为列车人员 摇起铃铛宣告阅读列车正式发车 这日学校送给小一新生的礼物 希望让他们喜欢上阅读 那我们列车长还有校长还有我 以及我们的所有的列车服务员等等 来为我们小孩子来做一个服务 相对跟家长的互动就不会有陌生 那今年我们也得到所谓的阅读盘诗奖 所以我们将一个阅读列车拔列来我们的图城里面 让小孩子能够更多的阅读活动 280位的小医生能在阅读列车选自己喜欢的书籍 图城国小这场迎新活动还规划了闯关游戏 不管是敲响大鼓或是走过挂着芹菜以及葱的聪明们 还是跟卡通人物来拍照 种种方式降低小朋友到新环境的不安感 不少小朋友都很期待能够认识新朋友 每到关卡都有代表的教育意义 学校用活泼的方式让小朋友期待上学 开心在这里学习成长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